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gBang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個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In the figure ABCD It is a parallelogram And each parameter is 24cm If AB 即是這段長度是4cm 他叫我們找找什麼 Find the length長度 of AD OK 事不宜遲 拿單紙出來再說 由於時間關係 科技都很先進 按個按鈕 整個題目出來了 大家不用站著站著 可以看著做 節省時間 非常方便 不要急 先看看圖片 加工了一點點 第一件事是沒有太陽份 我塗了黃色給平行四邊形 方便我講解 另外 我加了一些符號 因為平行四邊形有些特性 特性就是他們對方是平行且相等 這是一定的 你有沒有看過平行四邊形 對方不是平行又不是相等 所以這些就是對方平行且相等 我加了這些符號 綠色這些符號 看到嗎 所以簡單說明顯地 想寫就自己寫 不寫這個字也可以 可以嗎 就是AB 會是等於CD 如果AB是4 這個也是4 所以我直接看 就是AB D 根本上就等於DC 就會等於4Cm OK 所以我按下它 這個就是4Cm OK 原因在用什麼呢 先寫英文 就是opposite size of parallelogram 中文就是平行四邊形的對方 重複 平行四邊形對方 OK 可以嗎 齒外 also 對啦 中文解齒外 英文就是also 可以嗎 對方平行且相等 這兩個相等 我們又想計AD 不如我叫做X 好嗎 不如給他一個紅筆 我叫做X這麼多Cm 對吧 如果這個是X這麼多Cm 對方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呢 這個也是Xm 對吧 所以我們寫了 齒外 我會這樣寫 就是AD 就根本上等於BC 就會等於X 那原因是什麼呢 一樣 先寫英文 中文等我一下 就是opposite size 跟上面一樣 OK 就是off這個 parallelogram 中文就是平行四邊形對邊 重複 平行四邊形對邊 原因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心裡有數 由於我們看到一些東西 看到橙色的部分 給了一些資料給我們 他說 ABCD這個parallelogram 這句話 比較精準 它的parallelogram 是24cm 其周界為24cm 那怎麼算周界呢 由於 我就真的這樣寫 你跟我說的 這句很明顯 就是來自橙色的文字 所以 如何計算周界呢 周界就是把四條邊加完 所以我們心裡有數 就是兩個x 再加4 再加4 所以就是x 再加x 給你足卡拉利 讓你知道我做什麼 再加4 再加4 就會等於24 即是說現在x加x 就是兩個x 所以兩個x 不再用卡拉 用藍筆算了 再加8 就會等於24 把加8 調去變成-8 即24-8 就是16 所以兩個x 就會等於16 左右兩邊弱 我拿一支圓筆出來 好嗎 那就是21 2 1 2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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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後終結答案 x 呢 就會是8 所以 換言之 x是8 我們要找ad的長度 所以ad 就是等於8cm 整件事搞定 終於搞定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今天就到這裡了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我們再見 拜拜